我叫苏衡,是一个私家侦探 那天我接到了一个单子 对方怀疑他的妻子有外遇 让我把肩夫揪出来 然而,当我看到客户提供的他老婆照片时 我愣住了,无巧不成书 这不正是我结婚三年的老婆吗 我拿着照片,手指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看到我神色有异 坐在我对面的客户林启东疑惑地问道 我摇了摇头,强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 我与妻子李倩倩是通过工作相识的 那时她刚工作不久 不小心犯了点小错误 像只受惊的小兔子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她拉着我的袖子道歉 当时,我一时心软 就帮她解决了问题 后来,一来二去 接触多了 我们便慢慢走到一起 确认关系后 李倩倩对我也更加温柔体贴 我平时工作忙 经常顾不上吃饭 她就会每天变着花样 给我准备营养便当 顺其自然 我们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之后 她便辞去了工作 当起全职太太 男主内女主外 生活虽然平淡 却十分温馨幸福 可是现在,林启东却说 李倩倩是她的老婆 更离谱的是 她怀疑李倩倩出轨了 难道是我之前得罪了人 有人故意恶作剧要整我 我不动声色 旁敲侧击地问 你为什么觉得 你老婆出轨了 林启东点了一支烟 忧愁地吐了个烟圈 跟我说她发现 因为工作原因 林启东一直在A层工作 和李倩倩处于分居两地 最近因为父母催生催得急 林启东特意选了 李倩倩的排卵期 请了一个礼拜的假 飞到碧城准备造人计划 就是这个礼拜 让她发现了端倪 她发现 李倩倩每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都会把手机带进浴室 有一次她好奇 贴着浴室门偷听 除了哗啦啦的水声之外 她还听到了李倩倩说话的声音 很轻 时段时序 男人对绿色总是很敏感 林启东察觉到不对劲之后 立刻抓着李倩倩 准备问清楚 然而 李倩倩当然不会承认 甚至还倒打一耙 觉得林启东不信任她 是在污蔑她的人格 这次争吵之后 李倩倩甚至离家出走 跑到娘家住了好几天 直到林启东给她 赚了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块钱的红包 才把她红好了 可是 怀疑的种子 已经在林启东的心里发芽 所以她在临走前找上了我 希望我能调查李倩倩 证实自己的猜想是不是对的 听到这里 我忍不住问道 你老婆的娘家在哪里 林启东虽然诧异我的问题 但还是如实答道 好像是在嘉心嘉园武状 具体是哪一户 我就不清楚了 嘉心嘉园 那不就是我家吗 我不理解 但是大为震撼 我和我老婆的婚房 怎么会变成我老婆的娘家 当我看到李倩倩照片的时候 我还觉得很荒谬 一个人怎么可能分身两个家庭呢 现在我明白过来了 难怪上个星期 李倩倩的闺蜜 无缘无故地失恋了 她要陪闺蜜出去旅游散心 原来不是陪闺蜜散心 是去经营另外一个家去了 来不及细想 林启东又点了一支烟 爱生叹气道 其实我老婆要是真的出轨 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你看我一直在勒程工作 她一个人生活在壁城 难免孤独寂寞冷 我用相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她 难以置信地问道 要是她真的出轨 你也能原谅她 林启东手里的烟 都被捏得皱巴巴的 她抿了抿唇 犹豫半上 如果她愿意和那个男人断干净 我想我会原谅她的 她真的我哭死 我简直是地铁老人 看手机的表情包 一时间我的分不清 是她可怜还是我悲惨了 唉 林启东重重叹了口气 你不会懂我的 小弟 你不知道 我在我老婆身上 花了多少钱 要是和她离婚 我就什么都没了 这就叫沉默成本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如展开说说 两年前 我和我老婆是闪婚 她比我小七岁 长相漂亮 性格也温柔 唯一的缺点 就是她的家庭条件不太好 父亲在家务农 母亲身体不好 每个月都得花几千块钱吃药熬着 除此之外 她还有个不成器的弟弟 高中都没读完 就辍学在家 不务正业 天天宅在家里打游戏 我在投行工作 工资挺高的 手里有点积蓄 李倩倩简直就是我理想妻子的样子 所以 她的原生家庭 我也就忍了 但是我没想到结婚后 她家里的重担就全都落在我身上了 林启东捏了捏眉心 脸上满是苦闷 不满你说 连岳父岳母现在住的房子 都是我父的首付 要是离婚 这些可就都打水漂了 我越听神色越古怪 林启东说的前半段和我的遭遇差不多 但她说 家新家园是她父的首付 那套房子明明是我全款买的婚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启东抬手看了看表 时间不早了 我得去机场了 老弟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要是有进展 你就发微信给我 说完 她就拉着行李箱离开了 我颓然地摊在椅子上 好像主心骨突然被人抽掉了似的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愤怒 失望 迷茫 无力 我在咖啡厅坐了半个小时 才平复好自己的心情 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家 我倒不是想若无其事地继续当忍者神规 只是以我多年的工作经验 我直觉李倩倩不仅仅是出轨这么简单 想要找出真相 我只能先按兵不动 回到家里 饭桌上已经摆上了四菜一堂 色香味俱全 还冒着热气 今天之前 我还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能娶到像李倩倩这么贤惠能干的老婆 现在我只觉得我是最蠢的人 被戴绿帽而不自知 连林启东都能发觉出不对劲 我这个四家侦探竟然迟钝到这个地步 老公 工作辛苦了 李倩倩小跑着向我扑过来 脸上带着甜甜的笑 我今天做了你最喜欢的糖醋排骨 你快点去洗手吃饭吧 我强忍着恶心 没有躲开它 尽量缓和语气地说道 我在外面吃过了 李倩倩称怪地点了点我的脸颊 老公 你好过分呀 你也不提前和我说 害人家白白花了这么多时间做菜 我甘笑了一声 我这不是忙忘记了吗 我不管 你得赔偿人家 说着 她双手搂住我的手臂 来回摩擦着 手指顺着我的小臂一路滑到我的胸口打着圈圈 眼神充满暗示 放在平常 我早就心照不宣地将她公主抱进卧室 但是现在我的脑子忍不住想 她对另外一个男人也是这样媚态百出 胃里的食物残渣在不停地翻涌 逐渐涌上喉咙 我捂着嘴 飞快地冲向卫生间 抱着马桶一顿狂吐 当我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李倩倩立马站起来 准备伸手扶我 老公 你没事吧 好端端地怎么吐了 是不是胃病又犯了 我摆摆手 不着痕迹地避开她 我没事 可能晚上吃坏东西了 我去吃个胃胎就过来 老婆 你 我的话还没说完 李倩倩的手机铃声响了 见我看着她 她慌乱地将电话挂掉 嘟着嘴说道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诈骗电话特别多 刚掐掉电话 手机的微信提醒音 又不断地响起 我眯了眯眼睛 装作不慎在意的样子 说道 老婆 这饭我是吃不下了 你先去收拾一下吧 我去卧室找找药 听我这么说 李倩倩如释重负 拿着手机进了厨房 看到她急切的背影 估计是我同病相连的 绿帽兄弟给她打的电话 当晚 我和李倩倩躺在床上看电影 李倩倩的头 轻轻靠在我的肩膀上 娇声喊了句老公 怎么了 我极力压抑冒到喉咙口的酸水 沉声问道 李倩倩犹豫了三十秒 才缓缓开口道 老公 你能借我十万块钱吗 感情不是想要我的身 是想要我的钱 怎么了 是你娘家那边又出了什么事吗 我装作不深在意的问道 李倩倩抿了抿唇 是我弟 你也知道 他一直在家无所事事 我就想给他找点事做 听到这里 我黑人脸问号 我没听过谁家找工作 还得先花出去十万块的 我弟正好想跑网约车 难得他肯出去工作 我这个当姐姐的 当然要支持了 李倩倩拉着我的手撒娇 老公 你就借他十万块呗 到时候等他赚钱了 就还你 我心里冷笑 这些年 我借给李倩倩家 没有八十万 也有六十万 我连一毛钱的影子都没看到 以前我还看在 李倩倩的面子上 能帮就帮 现在还想让我 继续当冤大头 简直吃人做梦 我面上装作为难的样子 老婆 我手头没那么多钱 李倩倩满脸不相信 你怎么会连十万块都没有呢 你也知道 前段时间 我买的基金都绿了 我心意很就把手里的钱 都给抄底了 要是现在抛 可就亏大发了 文言 李倩倩的脸 瞬间黑了一度 连声音都冷淡了几分 那我自己想办法吧 我困了先睡了 看着她的后背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一往李倩倩的 每一次 事好都是带着目的性的 或是要钱 或是求我办事 但凡没有符合她的心意 她就会像这样翻脸不认人 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呢 一夜无眠 整晚我都在回忆我和李倩倩 从相识到现在的点点滴滴 倒不是为了缅怀过去 主要是想看 有没有被我忽略的蛛丝马迹 一个一直被我忽略的问题浮现了出来 李倩倩是怎么同时和两个男人领的结婚证 我很肯定我和她是在民政局领的证 那么出问题 肯定是林启东的那张结婚证 几乎天一亮 我就出门了 找了一家咖啡厅 我就给林启东打了个电话 询问她和李倩倩 是在什么时候领的结婚证 没想到 林启东犹犹豫豫了半天 才告诉我她和李倩倩还没有领证 但是我们两个人已经在老家办过婚礼了 那你们结婚两年了 为什么还不领证 我难免有些好奇 这都是我家乡的习俗 先办婚礼 等女方怀孕了 再领证 林启东叹了口气 但是这两年 我们去少离多 怀孕哪有这么容易 原来如此 这也难怪李倩倩可以瞒天过海 虽然事情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了 但我没有贸然和林启东挑明 毕竟她看起来就是个恋爱脑 说不定李倩倩在她耳边吹吹风 她就反水了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之后 我就挂断了电话 我看着笔记本上记录的信息 逐字分析 李倩倩婚内出轨 骗婚的目的是什么 很明显是求财 毕竟我一只羊和薅的羊毛有限 这件事很明显 李倩倩的家人都是知情者 甚至极可能是他们一家子合谋的 我的目光最后落在了 李庆锋这个名字上 李庆锋就是李倩倩的弟弟 李家是很典型的 重男轻女的家庭 李倩倩更是在这样的家庭 分为熏陶下 长成了不折不扣的伏地魔 处处以李庆锋为先 显然 李庆锋就是这场骗局的得意者 老实说 我对李倩倩的一家并不关心 所以我一直没有主动 去了解情况 我只知道 他们家是在一个小农村 家里条件不算好 偏偏生出了一个没有富二代的命 但有富二代的病的儿子 李庆锋连高中都没有读完 就因为殴打同学被学校劝退了 不用读书之后 他更是放飞自我 成天无所事事 专心啃老 我也给他找过工作 结果人家不是闲工资低 就是闲工作类 典型的眼高手低 久而久之 我也懒得管他 甚至因为担心李倩倩心软 会无条件放纵他地 将给他的付卡限额 思索片刻 我拿出手机 翻出了李庆锋的微信 点进了他的朋友圈 往下翻了翻 无外乎是一些吃喝玩乐的照片 但这些动态全都没有定位 但我还是在一张图片里 发现了痕迹 是一张美食图 一桌的菜 在右下角露出了 桌子上的点餐二维码 我扫了一下这个二维码 发现是本地的一个高档餐厅 人均大概四位数的样子 我都没舍得吃这家店 他倒是先享受上了 就在这时 李倩倩的电话来了 老公 今天晚上我要回一趟老家 大概三天之后回来 我拧了拧没 你回老家干什么 我弟不是要买车吗 我回去给他参谋参谋 昨天不是说还差十万吗 怎么才隔了一个晚上就有了 我心里隐隐有了答案 估计又是林启东这个冤大头 我爸妈找亲戚借的 好了 我不和你说了 我准备出门了 说完 李倩倩就挂断了电话 听着嘟嘟的盲音 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滑点 照李倩倩的意思 李庆锋是在他的老家 但是根据李庆锋发的朋友圈 还有林启东的说辞来看 他应该是在毕城 我对李家的态度 向来是眼不见眉睛 李倩倩没提我也不会主动问 所以在我的印象里 李庆锋和李富里姆 应该是待在老家的 只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李倩倩要刻意隐瞒 李庆锋的真实行踪 我没有过多地纠结这个问题 与其自己胡思乱想 不如直接去寻找答案 跟踪是我的强项 没花多少功夫 我就追踪到了李倩倩的行踪 他确实去了4S店看车 只不过不是老家的4S店 而是B市的 我带上了平时的吃饭家伙 伪装成一个大富贫贫的中年男子 跟着李倩倩走进了4S店 李庆锋已经在店里了 看见李倩倩两眼一亮 激动的嚷嚷 倩倩 你看这辆车酷不酷 我瞥了一眼 好家伙 酷不酷我不知道 但50万的价格 估计能把他们全家的底裤 都给拔没了 但是李倩倩却没有露出为难的神色 反而上前理了李李庆锋的衣领 称怪道 你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 连衣服都不穿好就跑出来了 李庆锋挠了挠乱糟糟的头 露出一抹笑 1米8的身高硬是扭成回形针贴在1米6的李倩倩身上 我永远是你的宝宝 李庆锋刻意地拉长声音 故作懵懂的样子让我忍不住作呕 连站在他们旁边的销售小哥一脸便秘的样子 神色难辨 钱难赚 屎难吃 这么恶心的话 偏偏李倩倩一脸享受的样子 宠溺地捏了捏李庆锋的脸 问道 看好要这辆车了吗 我诧异地挑了挑眉 李倩倩哪来这么多钱 10万我相信她能东拼西凑出来 但50万她是从哪里来的 来之前 我就已经问过林启东了 她表示并没有给李倩倩钱 但是 看李倩倩买车跟买大白菜似的 不知道还以为 她是身家几千万的富婆 我一时间有些迷茫了 只能按兵不动继续看下去 由于李庆锋想要的颜色需要预定 所以李倩倩付了定金之后 就和李庆锋手挽手离开了 销售小哥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嘖嘖了两声 感叹道 这小子真是好福气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找到 这么年轻漂亮的富婆 50万的车眼睛眨都没眨 就买下来了 听到她这话 我若有所思 终于知道 一直以来的怪异感 从何而来 李倩倩和李庆锋姐弟俩的相处 不像姐弟 更像是 我一路跟着他们 直到他们上了小区电梯 电梯停在了11楼 大概过了5分钟 我才乘电梯上楼 根据门口的鞋子 我很快锁定了 他们俩进的是11020 清河小区一单元1102 我将这个地址发给了 在房管所工作的朋友 不出3分钟 房主的名字就发了过来 是个陌生的名字 吴辉威 我心里生起了一个荒诞 又大胆地猜想 难道这是李倩倩 新找的冤大头 有了新的调查方向 我很快就发现了端倪 和我想的八九不离时 吴辉威就是李倩倩的 新位婚服 根据我的调查 他们两个人 是在三个月前认识的 吴辉威是大厂的程序员 虽然工资高 但是因为长相普通 又是个宅男 所以一直处于单身 直到三个月前 他在漫展遇到了李倩倩 李倩倩天使的脸蛋 魔鬼的身材 加上他对吴辉威 十分热情 试问哪个男人 能抵挡得住 一周没到 他们俩就开始 正式交往了 现在更是已经开始 谈婚论嫁 我估计李清风的车款 估计就来自 吴辉威的高价彩礼 只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李倩倩是怎么从 茫茫人海中精准地 筛选出我们几个冤大头的 甚至完美地 扮演我们的理想型 三天之后 吴辉威和李倩倩 要在金辉酒店 举办订婚宴 私存片刻 我把这个消息 发给了林启东 下一秒 他的电话就来了 老弟 是我理解错了 还是你搞错了 林启东的声音很大 听得出来他的难以置信 你的意思是 我的老朋友新的老公了 我沉默了片刻 是的 你没理解错 我也没搞错 我顺手把李倩倩是 李福的照片 发给了他 林启东久久没有开口 就在我怀疑他 是不是把电话挂了的时候 他说话了 声音沙哑 带着压抑的哭音 这个男人 就是他出轨的对象吗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自顾自地说道 根据我的调查 李倩倩一家人 极有可能是在骗婚 我建议你可以准备下 给李倩倩的转账明细 之后或许会用得上 林启东听得目瞪口呆 估计他也没想到话风 怎么会从家庭伦理剧 变成了今日说法 不过毕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他很快冷静了下来 约定好碰头时间 准备在李倩倩订婚那天杀过去 主打一个措手不及 订婚宴当天 绿色的我 在这绿色的林启东 一口气开到了金灰酒店 酒店的LED大屏幕 滚动播放着 祝吴辉威先生 和李倩倩女士订婚快乐 林启东咬牙切齿地 盯着那块大屏幕 双目喷火 我拉了拉他的衣袖 冷静 老哥 冲动是魔鬼 别忘了我们的计划 林启东深呼了一口气 半晌 眼神坚定 沉声说道 走吧 我们俩混进人群里 顺利溜进了婚宴 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订婚宴请的都是至亲好友 我凑到林启东的耳边说道 李家请的这些亲朋好友 你见过吗 林启东眯着眼睛看了许久 摇了头 除了他爸妈 还有李庆锋 我一个都没见过 我心下了然 这些所谓的亲朋好友 估计都是群众演员 这是有组织 有目的的骗婚 林启东也回味过来了 他咬着后槽牙说道 踏马的 骗我的钱就算了 还骗我的感情 我也咬着后槽牙说道 踏马的 骗我的感情就算了 还骗我的钱 文言 林启东转过头 诧异地看向我 老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舔了舔嘴唇 把我和李倩倩的关系 告诉了他 林启东愣了一顺 不可置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子道 原来我才是小三 而后又指向我 你才是正宫 感受投射到我们两个人 身上怪异的目光 我感觉捏住林启东的手指 声音轻点 咱们都是受害者 还分什么大小王 也是 林启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不过老实说 有你在我后面垫着 我心里舒服多了 我翻了的白眼 把目光重新聚焦在舞台上 李倩倩上台了 他穿着白色的鱼尾婚纱 修身的设计 将他美好的曲线勾勒出来 洁白的颜色 将他清纯的气质完美衬托 谁能想到 这样一副皮囊下 会是这样肮脏恶心的灵魂 吴辉薇那小子 竟然娶了这么漂亮的老婆 耳边传来吴辉薇朋友 羡慕的感叹声 你懂什么 我听说他可是花了大价钱的 光是彩礼就花了这个数 另一个知情者 神秘兮兮地伸出了一个手指头 十万 那也不多吧 十万 知情者冷哼了一声 是一百万 这还只是彩礼 我听说女方还要求 辉薇用女方的名字买房呢 我和林启东对视了一眼 更大的冤大头出现了 订婚宴很热闹 原本展示李倩倩和吴辉薇 相恋点点滴滴的视频 插播了一段 李倩倩和我的结婚片段 两个人的婚礼 变成了四个人的 现场瞬间陷入了混乱 李倩倩一家想要趁乱溜走 被眼见的吴家亲戚逮住了 吴辉薇的老妈 揪着李倩倩的头发 左右开弓 臭婊子 你竟然敢骗婚 我和林启东 冷眼看着这场闹剧 等李家一家四口 被打得差不多了 我们俩才走上前去 正被五母压着打的李倩倩 看到我和林启东 神色一僵 肉眼可见的慌乱了起来 她下意识地喊了一句 老公 我讽刺地扯了扯嘴角 不知道李小姐这句老公 叫的是谁 毕竟她的三任老公 都在现场了 李倩倩犹豫了一瞬 竟然朝我爬了过来 她扒着我的运动裤 一个劲地说对不起 老公 我只和你一个人领了证 他们两个 都是我爸妈逼我嫁的 我也不想的 老公 说着 她还朝他爸妈使了实眼色 李富李母收到信号 竟然立马扇了自己 两个耳瓜子 都是我们一时鬼迷心窍 不关倩倩的事 你们要怪就怪我们吧 都是我们逼她的 鬼迷心窍 还没等我反应 上一秒还沉浸在 当新郎官喜悦中的 吴辉威彻底崩溃了 她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狠狠甩了李倩倩一巴掌 臭婊子 你竟然骗我 你有良心吗 亏我对你这么好 你是人吗 李倩倩被一巴掌打在了地上 脸都偏到了一边 愣在了原地 趁她没反应过来 吴母也加入了混战 揪住李倩倩的脸 她怕打了两个巴掌 李富李母 还有李清风 没有一个人上前维护李倩倩 甚至还想到趁乱溜走 结果正巧被赶来的警察逮住了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 李家一家四口 一起被带到警局 接受询问 原本我以为李倩倩和三个男人同事结婚 已经够离谱了 没想到竟然还有更炸裂的事情 李倩倩和李家没有血缘关系 根据警方的调查 李倩倩自小父母双亡 被李家作为同养席收养 也就是说她和李清风是夫妻关系 他们俩在成年后就已经在老家办过婚礼了 只是因为没有到法定年龄所以没有领证 李家的家庭条件不好 加上李清风又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养家的重担就落在了李倩倩的身上 直到李倩倩遇到了我 一个有十块钱愿意给她花九块的冤大头 然后他们一家就好像对打通了任多二脉 打工哪有骗男人的钱来得快 除了我 林启东 吴辉威之外 其实李倩倩还接触过不少男人 不过只有我们三个落进了她编织的网 真不知道我们是蠢还是蠢 林启东叹息地摇了摇头 从警局出来之后 我们三个大冤种就找了家居酒屋 小酌一杯 吴辉威下了一口清酒 付出真心的人怎么会错 有罪的是那些欺骗真心的人 说得好 我举起酒杯来干一杯 我们三个能这样认识也是一种缘分 那一晚 我们仨喝得天昏地暗 喝了五瓶清酒 男人的友谊从一顿酒开始 没想到我们三个人竟然有成为朋友的趋势 李家一家人的判决下来之后 我们仨又勾肩搭背地去了监狱 李倩倩穿着浴服 发丝凌乱 看到我们的那一瞬间 漂亮的脸蛋瞬间扭曲了 为什么 我们已经买好了非歪式的机票 只要婚礼结束 我们一家人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说着说着 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愿毒的眼神好像是我们害他们一家人无法团聚似的 我摇了摇头 机票是李清风买的吧 李倩倩一愣 随后点了点头 他是买了机票 但只有三张 他 还有他的爸妈 这怎么可能 李倩倩抿着嘴唇看着我 悬在眼眶的泪珠浆掉不掉 我看到他这副样子 突然觉得他有点可怜 付出一切的家人 却被刺了他 李清风已经交代了 他的原计划是 他们离开之后 把烂摊子留给你 我盯着他的眼睛 为了这样的人 值得付出你的一生吗 我没有听到他的回答 但是他的物业声 已经说明了一切 人生很短也很长 爱别人钱 更要爱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